各位朋友 今天我来到墨西哥城一家中国商品商贸城 由林总在这里招商及运营 目前他在墨西哥城同时运营两座规模 非常大的电子及百货商贸城 叫Izazaga 38及89号 位于墨西哥城最繁华的商贸区 等下与林总见面 估计他的成功故事可以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 也希望敢于拼搏的朋友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到中南美洲来开创新的事业 各位好 我现在来到墨西哥城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批发市场 要比我昨天前天去的要大两三倍 中国义务国际商贸城 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看看 十几层楼 商贸城就有点像义务的模式了 它主要是小商品 另外那个是电子的 这个是普通小商品 当然电子的肯定也有在里面 你说这电动的助力车 很多那个防疫的用品啊都有 还有电子的也有 这普通消费品 跟国内模式应该是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电子还放着中国的音乐 估计老板是中国的 我现在来到十一楼 大家可以看到十一楼 在施工的 装修的 这里有200多对吧 在上部做200个平工了 也租出去了 这里也出去 这里也租出去了 还有就是后面还有两个 后面两个就还没有 三星了 你是这里的什么经理对吧 这是我的我租给人家的 你租给人家 你先把它租下来 然后你再租个人家 是是是 那挺好 这里都挺大的 这应该也有200多的 250 这里没有 就是一百一百六左右 一百六 就是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现在在16楼上面 这个义务 国际商城吧 16楼 这里的天际线很漂亮 所以拍拍给大家看看 上面环境非常好 可以看看人家墨西哥城的天际线 电信大楼是不是墨西哥最富的 你看这么多店没有大家都来都来住怎么做得起来 对是是比如说我只有10个老板支持我那就做不起来 哈哈哈 现在是500个老板支持我 你看着开始录了吗 我在录啊 哦这已经在录了 对已经在录没关系吧 那你聊吧聊聊聊聊天吗 这次过中南美就来就是采访一些在这边打拼的华人 其实呢我也很想讲一些华人的故事啊 因为呢我我我等于我18岁就出来了啊 然后在就是各国的跑 然后见过很多就是华人在海外奋斗的自己 嗯嗯嗯 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故事很成功 你帮我猜一下 有的平面都这个 嗯 百分之九十百首起家啊 就是我们去国外都没带钱的 嗯 我们那个年代 嗯 就是能走一个人出去一分钱都不带 而且呢还欠了一大堆屁股的债 嗯 可是呢 这些人现在呢 就成为一番的地主啊 你知道吗 在我在那个国家png啊 都是买的地自己建起来跟碉堡一样的产业 嗯嗯 然后里面开超市里面开工厂里面开酒店 嗯嗯 地也是自己的 生意 嗯 也是自己的 然后呢 这个产业呢是远久的 他可以传给传给他下一代的 嗯嗯 呃 但是呢也见到很多很悲惨的故事 呃 很多人为了赚钱 就死在国外 克死一厢 嗯 就被害死了 被抢劫的时候死了 嗯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了都有啊 见过很多 你去过哪些国家打拼 我去去过好多个去过很多国 啊 南太平洋那边小国家去过好几个 美国待的是自己的啊 然后又来到墨西哥 那为什么是来到墨西哥的后来 因为墨西哥 呃因为我在 就是 南太平洋那边 岛国也是做商场的 嗯嗯 然后那边的国家是体量比较小 太小了 对 呃 有的可能几万人 然后我的有朋友在这边 他就告诉我说 哎这边市场很大 你如果做商场你过来看一看 啊 嗯 嗯嗯 那我我当时本来想来这边是想买地 因为我那个团队也很大啊 想买地自己建商场 嗯嗯 但是我考察了一番之后 我觉得 嗯 买地不现实 因为 那个市中心这里的地 呃都很贵 对 这是还有一个不容易买 然后买地去建设开发 时间与愿的比较久 嗯嗯 所以说后来就 嗯 跟犹太人合作 嗯 这栋龙就是跟犹太人合作的 合作开发很快 我们 我们路产路我们进入到这里才 半年才半年才半年 我三月十五号进来的啊 三月十五号进来的时候 嗯 是空空荡荡的 每一层都都是空空荡荡的 我看现在好像差不多都满了对吧 对对 已经都满了 已经都满了 但是有些位置呢 就是因为工程的原因就是 是他们就是做事慢对吧 呃特别是七楼还没 他们装修比较慢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 I'm sorry what happened they don't remember how much they pay you the first time do you remember they don't remember how much time they pay me no 嗯 嗯 啊 我挺小的 你来那个墨西哥多久了大概 两年出头吧 哦 我来这里就是做山做店的嗯啊 就是在选找这样做商场的机会 嗯 八九要比三那边叫三八对吧 三十八对吧 对对对三十八号要大概大两三倍左右 对吧 大三倍大三倍还不止吧 如果我们还有二七开发的就会 就会大快四倍了 二七在哪 二七在另一个地方 在这里这里好像没地盘呢 有有有 就是别人会把店就是老末的店会会把他们还给还给这个大楼 然后我们就收回来开发 哦 都会来改造 嗯 嗯 我我听说你在这里特别成功 所以我想一定要来 没有没有 向你取取经 嗯 成功躺不上 就是运气比较好 就机遇加上那个 怕我找到了这个自己的人脉 对对对对 我找到了这个大楼 嗯 然后又成功的把它拿下来 是人家引荐你成功躺不上我们根基太前才两年时间是吧 是人家引荐你认识这个犹太人还是你原来就认识这样一个 哦 这个搭档是从三十八开始合作的啊 啊 三十八就是他的房 啊 然后合作比较愉快 然后一起做这个啊 那挺好 哼 比我们成功的人一大把人家都很低调 你如果叫他拍视频他肯定不会那里拍 哈哈 但是我做这个行业呢 我就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也拍很多抖音 嗯 因为我是面对面对大家的 嗯 我不能藏起来对 我藏起来呢怎么做事 是的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你是个比较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吧 所以嗯 不要外向心对吧 对对对 嗯 所以无所谓 嗯 无所谓 嗯 你如果在墨西哥你很难采访到别人 那采访到别人别人也不会跟你说真话 因为人家也不想上去 嗯 嗯 因为 这里这里的老板都是低调 啊 都是你的工作 没有这个不是都是店主啊 下面的店主 这个桌子还没做好 有一些朋友拍一点啊 我知道啊 这个第一平衡还没做好 30万 然后位置摆的也不对 因为太重了需要很多人来 有七八吨是吧 呃七吨啊 哦 有抖音博主啊 什么抖音博主 不是抖音 游管博主 我是在外華 Looking 油管博主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收获到这么多老板的友情 因为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因为在墨西哥做事情 在任何一个打拼 中国以外的国家做事情 没有想象的 大家想象的当中那么简单 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是在墨西哥大部分的老板还是成功的 就是说成功的把钱给挣了 那肯定对 那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学到 在人家的土地上挣钱对吧 知道吗不容易的 不容易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比如说你们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 还有治安方面的问题 有啊都有啊都有啊 就是治安方面的问题 肯定自己要小心一点了啊 是吧 呃所以说他们都很低调 像我对面这几个老板都是身家都是千万的啊 但是有的老板身家几千万啊嗯 还穿着拖鞋骑着脚单车 那个自动的那个滑板车对对对 就像一个打工人一样啊 这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呃我来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保安 而且他们好像是争强实弹的在墨西哥对吗 呃是的是的 呃但是呢这个我们为什么保安请的警察 就是起了一个震慑的作用 你们请的是真正的警察呀 是警察队伍啊啊 警察那个你 紧你看他们警会跟那个警察是一模一样的 哦一模一样的是警察的一支队伍就是可以接外单的啊 啊然后呢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会打个电话 呃像你这个租户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做国内的普通消费品的对吧 好像那个应该是这更多的是电子方面的是不是这样 那边电子占比比较多吧 这边是消费品的比较多 这边电子也也有多对也很多 那有玩具什么地方好像也有 对对对这边的品种更多 因为他地方大他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品种 这边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所有 像他们这种啊一般他们拿货是不是从这里拿还是从国内发过来 呃国这两种一种是一手张一手张就是国内发过来的做大的基本都是一手张 然后呢小一些比如说在这边久了呢要有实力了对才可以从中国过来对那二手张基本上都是刚刚起步的从这里那刚刚起步的从这里 然后去去也是从我们同胞那里拿货然后再卖这 嗯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他的自己的实力增长了他也会回过来一样的 现在好像因为这个因为疫情吧所以这个货柜听说非常紧张 是的 嗯货柜也很贵 好像又又紧张又贵2万多美元的一个对对对对又贵又紧张 然后却依然挡不住所有的产品来到这里啊 但是还是有钱赚啊对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你比如说你东西贵的呃 运费贵的东西都贵的他卖的也贵的嘛 对人家照样也要买对吧对对对照样也要买因为中国产品在墨西哥是很受欢迎 非常受欢迎是因为他的性价比比较高性价比比较高对吧还是最还是性价比根本的那他们墨西哥也有一万一一亿多人呢 他们制造业还是赶不上中国对吧 他的产量产能不行哦很多东西生产不出来不配套是吧生产不出来哦就算生产出来的质量没那么好 比如说他在这里比如说这个打火机对在这里生产出来做一个工厂对还不如我们从中国带过来的便宜啊对那他生产有什么用呢对对对所以说中国产品有市场那既然中国中国产品那么多进入墨西哥会不会有什么用呢 给他们这个本国的经济造成冲冲击啊造成他们的产业有些他们有保护比如说像服装就有反倾销就就有保护有些但是还是还是中国衣服还是会过来为什么呢呃 干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因一样的嗯他这里也有服装厂但是生产出来的服装不够别人卖的哦产能不够啊哦是这样所以说中国的服装才进来 补充这个市场吗我以为会他那样生产的不大我一直他是有些中心是可以生的但那样不大明白了现在比如说像布也是一样的嗯他自己的布布料工产根本生产出来 你那样生那么一点点一亿都能需要多少布对啊所以说中国的布很多过来 中国的布主要是好像在广州那边对吧有个很大能的批发城呃这边有布料市场啊哦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做批发 嗯嗯嗯嗯嗯嗯那在这里打拼的中国人真的不少啊十几万 在墨西哥城啊十几万啊那在整个墨西哥可能有几十万了整个墨西哥大概差不多二十万呃 嗯因为外面比较少一点嗯也就是说在这边应该是做生意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对吧 这墨西哥这是肯定的 我们有优势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优势吗 请你说说 我们有渠道的优势 因为墨西哥能回去 比如说找同样的产品 墨西哥人也比较少 就是能够直接从中国进口 那找同样的产品也比较贵 我们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 我们有掌握着渠道的 他们没有 所以很多墨西哥商人就跟我们拿过 这么大市场你说有没有机会 中国的现在我感觉就是在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机会 对世界各地 因为它的产品不断的质量 不断的提升 然后呢 以后的研发就在深圳南 新产品也是从中国来的 那别的国家 比如说同样的东西生产出来 比我们贵啊 那我们有没有意思 可以不可以赚到钱 新产品你主要指高科技方面的吧 还是各种各样的新产 其实不用高科技 生活当中很多就有很多新产 比如说玩具 玩具也需要研发的 那肯定对 是 那从深圳研发出来的玩具 它就会工厂生产就很快 对 那到时候我们中国人拿的这个玩具 别的国家的人就没有 那我们就就就就有优势吧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墨西哥啊 他在北美自贸区里面吧对吧 那么可能很多中国的大的企业可能会来这里投资 设厂然后呢 那个外设到美国去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对吧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嗯 我很多老乡在这边已经办工厂了 啊 就是为了 我是福建的吗 你是福建的 对啊 然后我很多老乡都是他们是广东的 嗯 对啊 很多福建的做鞋啊 我老乡很多已经鞋产都公共鞋鞋 你这个月去订货订不到的啊 这个月去订货要排到第三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才能拿到货 嗯嗯 他产能也不够 因为刚刚开始过来这边产办的也不是很大 他们觉得是在这里还是在美国边境 是投资社 都有都有墨城郊区 然后他秋卡那边比较多 那边有个工业区 呃还有其他的城市 我有个老乡一个人开了五个五个厂 都成长来不及 怎么能够管理过来 一个人五六个厂 团队嘛 团队嘛 哦 嗯 一个厂拍一个厂长啊 人家负责厂能 他们呢 在这边啊 就是看着呢 一个是可能是他们的人工成本比较低 对吧 这是 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个大的那个市场 而且他生产之外东西可以卖到美国去 是宁光瑞 对啊 对啊 他运过去是没有关税 所以说以后墨西哥会成为一个生产基地 在这边的跳板啊 就是进入美洲这个对不仅是北美 可能南美也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中国直接去美国他税很高对 那你在这里生产然后再进入美国变成墨西哥产品之后是没关税了嗯嗯嗯那会越来越多的厂过来放炒 已经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福建能最最最最敏锐的对人家都赚了很多钱啊嗯嗯嗯这个模式不错啊我猜想是这样就是他然后这边能工比中国便宜啊可能便宜四成左右还是更多这边这边能工比中国便宜但便宜一半啊便宜一半啊一半还不止不止嗯因为我也问了一下他们比如说他们 生活成本也便宜生活成本比如说房租嗯嗯然后呢嗯 买吃的东西食物也便宜啊也比中国便宜啊啊 嗯物价跟收入成正比其实对哦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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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